这是一条位于美国爱达河州的州立公路 道路平坦风景优美 这是一条位于波尔南华萨的一条高速公路 道路宽广 直辈风貌 但是它们都有一个让人闻风丧胆的名字 死亡公路 据说这两段公路都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所操控 行驶在这两条公路上的车辆会突然失去控制 然后撞向路边 车毁人亡 这两条路究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为什么连科学家都束手无策呢 嗨 我是大军 麻烦大家在点赞的时候 用你发财的小手按住点赞键不放手 就可以触发超级赞 也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谢谢大家了 点点关注 我们精彩继续 在你眼前的是一条美国爱达河州的州立公路 被人称之为是爱达河的死亡之路 虽然看上去平平无奇 甚至连新手司机都认为可以在这里玩飘移 但是他迷人的外衣下却隐藏着一双恶魔的手 很多经过这条路的司机更是表示 这条路被神秘的力量所掌控 就算你集中精力 注意汽车的行驶情况 也依然避免不了翻车 他们为这条公路取了一个地狱般的名字 爱达河魔鬼三角区 他的名字叫威鲁特白克 是一名犹他州的货车司机 有着20多年的驾驶经验 可谓是车技老道 很早以前他就听说过这条死亡之路 所以一直以来他都尽量的绕开爱达河的这条州立公路 但是这一次老板给了他一个非常重要的运输任务 而且爱达河的州立公路又是必经之道 本险拒绝这次任务的他还是被丰厚的酬劳给战胜了 次日一早威鲁特就签单出发了 一路上他播放着自己喜欢的音乐 身子也跟着音乐轻微的摇动 很快车子就驶入了爱达河州的州立公路上 进入这条公路之后 威鲁特就立马关掉音乐 脸上的神情也由轻松变成了紧张 双手握住方向盘 全神贯注的驾驶着汽车 车子在路上飞驰的行驶 车身带动的气流 偶尔会把路上的树叶给卷起来 很快车子就在这条路上 行驶了一半的路程并没有发生什么 这让威鲁特稍微的放松了一下 再一次的打开了音乐 声音放的非常的小 就在这个时候 威鲁特感觉到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将车子控制 原本几十吨重的大卡车 在这股神秘力量的牵引下 车子偏离了道路 向路边死去 有着二十多年驾铃的威鲁特意识到情况不妙 他用力的稳住方向盘 然后脚踩刹车自动 可是车子根本不听使唤 他认为这不可能是车子的问题 而是车子之外的神秘力量的作为 虽然威鲁特感受到了神秘力量的控制 但是他依然在极力的控制汽车的方向 然而一分钟之后 这辆满载重达几十吨的货车 就像被风吹动的羽毛一样脱离的地面 车子狠狠的摔到了公路之外 货物被抛出车外 遍地都是 车子严重受损 威鲁特也受了重伤 断了两根内骨 右手骨折 头部受伤 但是幸运的是他的命保住了 后来威鲁特回忆说 他运货的那天 行驶在爱达河的州立公路上时 天气晴朗 车子也一切正常 当我行驶到一半的时候 车子突然偏离了公路 然后就翻倒在地 时间来到2001年的6月25日 威鲁特西斯正在开着自驾的小轿车 在这一家四口 开启了自驾之旅 这是他们全家第一次自驾旅行 所有人都非常的高兴 孩子们更是在车厢里 手舞足蹈 唱歌欢笑 但当西斯将车行入到爱达河的州立公路之后 车子就不受控制 无论西斯怎么调整方向盘 都无法控制车子向路边 驶去 刹车也失灵了 就在他们一家人惊慌失措之时 车子被一股神秘的力量高高的抛起 然后重重的摔出了公路 车子在地面上快速的翻滚 最后车毁人亡 一家人无一生还 对此爱达河州政府派出了 地质学家组成的科学考察小组 他们在这条笔直的道路上无从下手 好在当地的警察局极力的配合他们 向他们提供了大量的笔录 在这些笔录中科学家们找到了规律 车祸发生的地点几乎在同一个区域 而且车祸发生的时间基本上是在上午的10点半到中午的12点之间 经过一段时间的勘察 科学家们仍然无法找到致死汽车失控的原因 有人说这是一股神秘的力量 可以控制行驶在这条路上的汽车 致死量成车祸夺人性命 为什么这股神秘的力量不是一直的存在 而是偶尔的出现呢 这股力量又来自哪里呢 这些问题不只是让科学家们骚扰 而且也让无数的司机们弹之色变 有专家推测 这条公路下面可能存在强磁场 强大的磁力让车辆失控 但是呢 经过科学家的检测 这条公路不存在磁场 而且呢 和其他公路毫无差别 由于这条公路过于笔直 容易让司机困顿 而产生了视觉差 但是呢 这种说法并无科学证据 爱达河的周立公路上的神秘力量 至今呢 都是未解之谜 无独有偶 在波南的首都华沙附近 也有一条死亡公路 这条死亡公路和爱达河州的周立公路 有所不同 驾驶在这条公路上的司机会出现 昏睡状态 而导致惨重车祸 2007年的4月26日 一个叫高斯密拉尔的出租车驾驶员 在室内接到一个乘客 因为乘客时间很急啊 就要求高斯密走这一条死亡公路 一开始呢 高斯密是不同意的 但是呢 乘客以投诉高斯密拒载为由 加以威胁 没办法呀 高斯密只好驾车 穿越这条公路 很快车子驶出市区 向那条公路驶去 当他们进入这条公路之后呢 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异样 但当车子在这条公路上 行驶一段路程之后呢 高斯密就感觉啊 脑袋有些昏沉 看了一眼旁边的乘客啊 这名乘客已经闭上了双眼 睡了过去 高斯密只好强迫自己 打起精神来 但是呢 头还是很昏沉 睡意浓烈 本想啊 停车在路边休息一下 可是想起这条公路的诡异传说 他还是打消了靠边停车的念头 但是呢大脑越来越昏沉 睡意呢也越来越浓 为了提起精神啊 高斯密使劲的扇自己的脸 脸庞呢被打得通红 嘴角也出现了血迹 纵使这样高斯密的睡意 依然无法驱除 无赖的他呢 只得大喊大叫 而且此时他似乎感觉到 自己的声音 似乎是从车外传来的 他试着再吼了几声 声音依然像是从很远的地方 飘了进来 为了保持清醒 他竟然用一把小刀 狠狠地扎在了自己的大腿上 鲜血直流 几分钟后 他们终于拾出了这条公路 旁边的乘客也苏醒了 当他看到高斯密的样子 吓得说不出话来 后来高斯密回忆说 虽然我很早就听说过 这条路有些诡异 但是呢内心是不恐惧的 所以啊就同意了乘客的要求 但是当我开上这条公路后呢 大概行驶了四五分钟 我感觉到自己似乎是吃了迷药 失去了意识一样 好在自己呢 殊死搏斗 从这条公路上走了出来 其实啊 在修建这条公路之前 就发生过一些诡异的现象 当地的一些村民 就把自家的牛羊赶到这里来放牧 因为啊这里水草丰美 但是呢家畜根本就不愿到这里来 就算被主人强行的赶来 他们也不愿意吃这里的草 而且呢进入这个区域后啊 这些牛羊就非常的狂躁 随后呢就死气沉沉的 村民见状啊就快速的将这些呆肉 目击的牛羊给赶出了这片区域 村民们发现并非所有的动物都是如此 如老鼠蛇乌鸦 这些动物啊在这个地方呢就非常的精神 曾经有人在这里种树 有松树桃树苹果树最后呢只有松树成活 苹果树和桃树呢全部死亡 公路建成后呢车祸事故屡屡发生 车祸的原因便是司机经过这里时啊 会突然赶到脑袋昏沉 好像吃了迷幻药似的 最后呢车毁人亡 甚至连猪狗牛羊这些动物也不愿意在这个地方停留 时间久了 他们也昏昏欲睡 这些事情引起了波兰科学家的注意 他们进入这片区域进行实地考察 科学家们在这里发现了地层下面有重叠交叉的地下河流 组成的河水网 而这些河水网所辐射的能量比宇宙的射线强很多倍 科学家认为正是这些辐射的能量致使司机感到头脑昏沉 而失去自控力 至于辐射为什么对不同动物植物区别对待 科学家们至今都没有得出结论 而这条死亡公路形成的原因也成为了世界之谜 现如今这条公路人烟稀少 几乎没有车辆从这里驶过 由于这条公路的诡异现象 司机们宁愿多绕一段路 也不愿意拿自己的生命冒险 在这个世界上拥有神秘力量的死亡公路 多个地方都存在 如318国道川藏县 台湾的北夷鬼怪公路 新西兰人肉公路等等 其背后的原因无人知晓 我想科学家无法解释神秘现象背后的原因是 或许这些谜题需要人类更大的智慧和时间来解答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此为止 我是大军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请问我点赞收藏评论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